陈松林张多和洪新张丹峰都是姐弟恋,他们的年龄差距较大,姐弟恋也较为显眼,而实际上蔡少芬和张进,也是一对姐弟恋,只是因为73年出生的蔡少芬,只比74年的张进大一岁,所以,很多人说到姐弟恋的时候,很少将这一对算在内。 在这么多姐弟恋中,蔡少芬和张进,这对也是争议最少的。 两人在2003年合作电视剧《水月洞天时相恋》,而在前一年,也就是2002年的时候,蔡少芬与吴奇楼为时两年的恋情深告分手,所以,与张进的结合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吧。 蔡少芬和张进2008年结婚,彼此是在交往五年多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最终牵手,婚后五年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,如今一家四口真是其乐融融。 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什么呢? 她是一个归宿,一个避风港,婚姻可以让其仙女从仙女变成凡人女。 进入婚姻的蔡少芬,也和高高在上的女神身份有了告别,她也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过日子。 张进日前在微博分享了一段蔡少芬去市场买菜的视频,张进称,老婆失踪了在菜市场被找到,而看到突然来接自己的张进时,蔡少芬的表情非常意外,然后快速走掉,直接她手里骑着买来的菜形色匆匆的样子非常可爱。 蔡少芬此举,自然也被网友称在接地气。 婚姻是一门学问,蔡少芬和张进家。